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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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坐起來 坐起來 嗯 幹嘛 你平板用多久啦 該讓眼睛休息一下了吧 才五分鐘而已呀 你眼睛是不舒服嗎 為什麼一直由它 眼睛千万不能揉耶 这样很容易伤害他的 眼睛远不舒服 那这样我们把平板收起来 让眼睛休息一下 等一下啦 现在真精彩耶 你看你又在揉眼睛了 眼睛不舒服就该让他休息一下 你再继续看下去 眼睛就要近视了啦 好啦 好烦喔 欸 要你关掉平板 是要让你的眼睛好好休息 而且光线这么暗 你还躺在床上看书 这样是会对视力造成不良影响的 大家好 我是眼球人 小朋友用眼要注意哦 使用眼睛不管是读书 写作业还是看电视 用眼30分钟 一定要休息10分钟哦 这样眼睛才不会过度疲劳 造成视力减退哦 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休息一下 也可以远望6公尺以上的景物来放松 这样子你的眼睛才不会过度疲劳哦 好 我知道了 以后下课时间 我会在操场或走廊上 抬头做看远方 哇 小米 你今天好认真啊 是真认真还是假认真呢 下周要考试了 我正在复习功课和打资料 妈 这题有看不大懂 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好 我帮你看一下哦 你的眼睛是不舒服 你有记得要用眼30分钟之后休息10分钟吗 有啊 每40分钟休息10分钟啊 那你刚刚平板用了多久呢 大概是一个小时半吧 好 难怪你的眼睛会不舒服 你亲爱的眼睛还在发育阶段 电子产品的光线对你们来说太刺激了 所以平均每天使用时间是不可以超过一小时的 否则眼睛是会受伤的哦 那我等等可以用你的手机玩游戏吗 当然更不行啊 手机的萤幕更小 更不能长时间使用的 好吧 那只要继续写作业了 还有啊 写字看书的时候 做字要端正 不要像这样子弯腰驼背的 而且低头要与书本保持适当的距离 这样才可以保护好你的视力哦 嗯 我知道了 大家好 又见面了 除了要给眼睛适当的休息时间外 电脑或平板这些3C产品 每天使用不要超过一小时哦 看书时坐姿要端正 这样你了解了吗 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来唱 爱眼睛动起来健康操吧 三零一零一二零 三零一零一二零 看书写字要熟悉 三十分钟停时分 走到屋外坐一楼 中文字幕装 三零一零一零一ído ANKO